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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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自己不會開電 OK 好 各位同心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我先主母介紹 我先判 三點水一個番 就住在水邊的番 因為我原來原住民 我是西拉雅族的 那個資族就是 歌賓地區的馬卡道族 因為 清掉的官員來 就在問說 這些族群這是 都生什麼 他說沒有啦 他們這些都沒有生名 不生沒有名 那時候把 因為我們的祖先都要清掉 所以部落的政頭 都在 架邊 水高邊這樣 所以蘇生 算完了學問了 蘇安和這個 住在水邊的番 這樣大家就比較好奇了 如果看來我說 這個就是 原住民住在水邊的番 好 我過去 民進黨剛成立 我就只加在民進黨 那時候還在改變 所以那時候 戒嚴時期 大家 心中 都有自己 有一個小警種 盡量都不要講錯話 你講錯話可能會抓去綠島關 那麼 我加入民進黨的時候 我親戚朋友都跟我說 你不怕被抓去綠島 不怕要嚇人家 沒有 那時候就想說 我對這個國民黨 就 很有疑問 因為這是外來的嘛 我們自己奔土 土生土長 都去綠島 所以我很疼 我就說 有一個組織就有人 我們如果團結 我們就有力量 來扳倒國民黨 好 那 可是 讓我很失望就是 民進黨越左越偏 而且 當我知道 民進黨是 蔣經國一首 那個 在幕後指導 才成立的 我就對他 特別的失望 因為 直到有建國黨 起來的時候 哇 我非常的興奮 因為他的目標非常明確 就是要建國 沒有其他的雜誌 很單純 我馬上就加入 我記得那時候 好像那個 永久黨會一萬塊 我馬上就交了 我就加入了 然後 結果 好像不到兩年 突然 建國黨 本來那個聲勢非常高漲 因為都是教師 教授 都是師之輩的 建築師 醫師 都是這些人才 組合而成的 那個 這麼高的水準 一定會 取代那個民進黨 可是沒想到民進黨 他利用 他的組織 來加入一千個 那個新的黨員 然後召開 臨時黨代表大會 那 在那個原商分類開 然後 重新 選舉 選幹部 結果把一些原來主要的幹部都換掉了 所以 建國黨的聲勢就 下降很快 就 沒有什麼作為 然後我就 又對政治又開始冷漠 又發現沒有一個我可以 死青他地去追隨去努力的一個黨 讓我追隨 所以 一直碰到 我們林民署長 他到高雄 選 高雄市長 是為了要推廣 所以 一路來 差不多六個年多了 過 兩個多月了 那麼 這一路走來 酸甜苦辣 人情而能軟 我都碰到 那麼 我一直認為 我們秘書長 他是利用他的意志力 在撐這個大局 因為 沒有人沒有錢 而且人事也很 就是 因為來的都是 四面八方的豪傑 不容易駕馭 他在人事方面 在金錢方面 都要花費很多心思 因為我們沒有對外 像民進黨辦什麼 募款參會 我們從來沒有辦過 都是我們的學員 加入我們的 這個同心的這個行列 我們一直在撐 在努力 那我希望說 在這麼一個 國民黨 現在馬英九 執政 高壓統治之下 各位 不怕死 不怕被關 雖然我們不是很多 但是我們就像 鑽石那麼寶貴 因為稀少而寶貴 所以我們要自我鼓勵 那 這個都題話 我的主題我要開始講 好 我們來講 水跟農業的關係 因為 農業用水 就是水稻用的最多 我們看到那個水稻 就知道它是 要喝水長大的 很多水生植物 像水蓮 蓮花這些類 靈角這些都是水生植物 還有角白筍也是 那麼 沒有水 基本上來講 就應該沒有農業 一般來講 陽光空氣水 這是生命的三大要素 不管是植物還是動物 都要靠這三樣東西 那其實我應該還在 我個人是覺得 還要加一個土壤 因為土壤是所有的動植物 我立即的根基 那麼 很多人 看不起農夫 我本身是農夫 但是我們自己要滿心自問 其實你每天都在享用 農夫所種出來的 這個農產品 我們每天所吃的 蔬菜水果 這個魚肉 現在很多都是用人工飼養的 都是農民 辛苦所培養長大出來的 那我們應該 用個謙卑的心 其實我本身我是學電子 農業我也是半路 無心插流流程 那麼 我們每天都要吃 蔬菜水果 魚肉 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好好關心 我們到底吃下去的是什麼東西 那麼 今天我們共同來探討 那麼 農業 還包括有穩定社會的力量 因為現在雖然是工業社會 可是你看現在工商社會 因為經濟不景氣的關係 很多人失業 那麼失業你如果自己在鄉下 有自己祖先所留下來的一塊地 你可以自己去 耕種有機的植物 水果 來自己可以養活自己 以前我小時候常聽一句話 一基草一點樓 每一個人都有活下去的能量 以前只要你肯勞力付出 即使你沒有土地 你到河邊去抓魚 你還可以抓魚去賣 以前我們鄉鄉那個水溝 魚貝類都很多 魚蝦都很多 隨便你抓都不會餓死 以前沒有聽說會餓死人 現在工業社會就有 因為水果都污染了 很多都沒有魚 那麼 水土保持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剛剛我說土壤 我們土壤一定要好好保護 不要讓工業的那些重金屬或化學物品去污染 因為我們要從這泥土裡面種出東西來吃 為什麼很多都淹到農產品裡面有重金屬 那是因為被工業污染 那麼 這個土 以前 我父母親他們那一輩看到雜草 就像看到仇人一樣 去之毫毫快 那時候沒有除草劑發明 所以都要靠人工 除草非常費工 很麻煩耶 那麼現在政府鼓勵修耕 所以就要求我們農民去種這一些 花卉類的景觀地被植物 那麼其實草它是天生上地發明 就是在被破壞掉以後 它可以很快長出來來覆蓋地表 來防止那個大的雨滴雨水衝擊 而流到河流又流到大海去 因為表土是我們所有種植 菜類或者蔬果這些最好的一層土壤 養分是很高的 好 好這個是八八風災過後我拍的照片 這中央山脈 在屏東的南大火山這邊 你看這個一條一條白白的 這個都是新的崩塌地 我小時候沒有看過這些東西 是八八風災以後才有的 這個有大概四百多條 那麼這表示什麼 現在的氣候是非常的極端 大到已經不是這些山脈可以去複合了 原來這個地方是比較少人上去 開墾的地方 所以這就是原來自然的那個生態 可是雖然是沒有人去破壞 可是也已經自力破碎 好 那我們山上有很多大樹 它的樹根都扎得很深 這棵樹我在2008年 在山上拍到的 正好就是一個崩塌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大樹它扎根扎得這麼深 這個就是這些樹都是在肩負著 山地的這個水土保持的功能 那很可惜像 像日本人他來 在阿里山地區高山地區有檜木 他們砍伐的時候是大概 在三四尺的地方 腰部這個地方砍伐掉 然後砍伐以後會變成有很大的空地 日本人會種一些新的苗木上去 可是國民黨政府來 他不只砍樹而已 連那個根都挖起來 去做屏風 去做那個藝術的茶桌 那個價值是很高沒錯 可是他們沒有想到 這樣是非常嚴重的破壞我們山上的土壤 那個保護的作用 那所以自從國民黨來以後 日本人走的時候 剛開始那幾天都還沒有什麼土石流 日本人一走 國民黨一來開始就有 他們就亂砍亂罰 我們是林務局 其實國民黨的林務局應該是跟他 是應該給他證明 他們是伐木局 專門在伐木的 伐木去賣 賣的大部分都是 到他們自己黨國的 裡面 好 那麼水之炎 以前我們講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 是為了石油戰爭 第三次世界大戰 可能會為了水 還有跟糧食的戰爭 沒有水你就沒有糧食 這個我們要記住 那因為以色列 它是一個沙漠的國家 以色列有很多 可以讓我們學習的地方 以色列 它國家那麼小 人口大概只有四五百萬 旁邊都是 阿拉伯回教國家的敵對國 跟我們一樣台灣也小小的 那隔壁有一個 老毛國家叫阿公 那麼 以色列 它雖然是沙漠的國家 它的水 百分之六十五要靠 加利利福來供應 那缺乏的那百分之三十五 要從哪裡來 他們就用 那個海水淡化技術 來提供百分之二十五的水 另外的百分之十 它在從回收的水 再重新製造過濾 然後消毒以後還可以 來做一些 洗滴的這些 這個水 所以它雖然是一個 極度缺水的國家 它一年的年降雨率 只有200mm 結果它沒有缺水 我們台灣 我們年降雨率 2150mm 結果我們是被聯合國判定是 第十八位缺水的國家 我們是以色列的快要十一倍的雨水量 可是很可惜 我們東西向的河流都很短 所以雨一下下來 現在我們 那個 因為山上保育做的不好 以前我小時候我們的河流是 要連續下一個禮拜以後 山上的水才會下來 現在不用 大概三四個小時 你就發現 混濁黃色的水已經下來了 那時候一個禮拜後的水是 還只有一點點混濁 那表示以前那個水土保值還做得很好 就是沒有人去山上去破壞 沒有開什麼山上的產業道路 去種什麼茶葉啦 種高山高麗菜 或種什麼高山的梨啊 或者水蜜桃這一類 蘋果這一類的東西 那麼以色列 他也是跟台灣一樣 全民皆兵 但是他們連女孩子都要去當兵 那台灣是只有男孩子 你就要年滿20歲 身體體格可以的話 都會被贈兵 那這個贈兵是違法戰爭法 違反這個國際法 因為我們是被占領區 占領區的人不用當兵 就像美軍去 占領琉球 美軍沒有叫日本的琉球人來當美軍 2003年美軍去攻打伊拉克 占領伊拉克 也沒有叫伊拉克的人來當美軍 因為這是違反效忠的關係 因為你當兵 就是因為你有效忠的對象 那如果你叫伊拉克人來當美軍 你發武器給他 他拿你美智的武器來打你 對不對 因為他們是對立的 這個以色列他們也有農業 那他們因為水很珍貴 他們水是大概台灣的四倍的水費 一度水他們大概四十塊 我們台灣一度水只有十塊錢 所以台灣人很浪費水 都不會去珍惜 那以色列人水珍貴到珍惜到 他們政府規定不可以洗車 你只能用那個低毛桿子 插一插而已 那 像他們以色列就發明這種滴灌系統 你看這個植株 這個植物 他用電腦控制 他一天要給他多少水喝 購他喝就好 而且就滴在他的根部 旁邊都是乾的 那旁邊乾的地方就不會長草 所以又省水又省除雜草的工 所以這個很好 啊這個 他可以釘多長一個噴頭 用低頭 這個等一下你們可以傳下去摸看看 有一個陰陰的地方 這個有一個陰陰的地方 但是就出水口 好 以前蔣介石來台灣 他因為敗退 被共產黨打敗來到台灣 所以他要反攻大陸 那以前我們還常聽到 戰備糧 而且我們當兵的很多都吃那個 舊的米那些都是戰備糧 快要壞掉 還拿出來吃 然後新割的稻米又放到倉庫 又等快要壞的時候又拿出來吃 很諷刺 新米不吃都放到快要壞了才拿出來吃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因為這是叫做戰備糧 可是現在已經很少聽到說什麼戰備糧了 那因為像中國的歷史 他們三千年的中國歷史 就是 三千年的戰亂史 大部分都是 缺糧食的時候 積民變稻肥 那些稻肥一集結起來 就可以把這個 一個政府推翻掉 所以你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 但是 尤其我們現在蠻糟糕的 我們台灣糧食治理率只有32% 其他的68%要進口 那因為以前 海運的運輸也貴 而且台灣 很多人 尤其年輕人都已經改變飲食觀念 改變吃麵包吃麵食 吃大麥這類的東西的副產品 所以我們台灣 是一個小島 四面環海 很容易被敵對的國家 像中共 來給我們海上封鎖 布水勒布下去 很多商船他就不敢 把貨品送到台灣來 那我們如果台灣的戰備糧 如果吃完了呢 怎麼辦 我們內部就為了搶糧食 我們就已經自己內亂 就自己要打 內鬥了OK 好 OK 不是停啦 我們今天有一個 這個班有一個 好少許是一個貴賓 這個人是 美國人 但是台灣去的 這個是 在美國有關單位上班 特別 拜託說 來幫我們上 三十分鐘的褲 非常的難得 謝謝 我們兩個熱烈的掌聲 來個歡迎 謝謝 因為他的時間很寶貴 只能30分鐘 最好是可以留一些時間 我們讓你問個問題 來 好來 好 好 各位來賓 好 各位來賓 你們的關心 我 一般是 走去美國 鄉修 的人 你們在這裡打拼 說起來 我實在是很減少 你們這樣 這個夏天 還來這裡 上課 實在是不簡單 林先生 和我 積聖 有 一段時間 他有很多心 我如果有 可以回來的時候 他就 希望說 有機會和我交換意見 我還是 很高興 有這個機會 和大家交換意見 不一定 我說的 就是對 讓大家 做參考 我現在說 我們這個 台灣的武器 不知道有人 有困難嗎 沒有問題 這樣 這個 這個 我們都知道 蘇聯 的武力是比 中國更強 但是 他就沒有在調 把阿烏安 吃掉 在1980年的時候 蘇聯 有最好的建車 最好的飛機 還有阿烏安和蘇聯 陪一條狗 沒有 他就沒有辦法把它吞掉 就是說 你一個國家 只要克服 要給他 給他 擠 不太容易 我們台灣 第一點 還有一條水溝 120海力 所以 中國也沒有海軍 來擠我們台灣 如果真的收台 我們 我們是不怕中國 我們最怕的就是 怕台灣才的中國人 這就是我們 政府旁邊 這是很飛機的 所以這就是最頭疼 他們這些人 一個人 只想把我們 所有人拿去中國 所以 如果說 我們最可怕的 特地實在是我們 政府旁邊這裡 中國人最可怕 慶祝 你說他要叫他 回到中國 他也不想去 現在就是 他為什麼 中國要拿到台灣 有困難 他為什麼 我們這個 古今山合約 很明顯就是說 日本 把他 對台灣的主管 放棄後 我們 從小到現在 都不必說到 這一項最重要的事情 你們今天 聽我的話 也聽不懂 但是有政態 你們要記住 就有這個計程 就是說 我們的人類 有一個 這個紫連法 所謂的國際法 國來法 都是 軍紀紫連法 這個紫連法 就是說 基本的領管 基本人的尊嚴 所以現在 日本 跟這個台灣 放棄對台灣的主管 的時候 他沒有說什麼人的時候 軍紀紫連法 就是所有 我們台灣人的 這就是紫連法 你看 當地跟社地 合併的時候 當地那個人 都去給 社地的人 審判 要創什麼法律 審判 他說 我軍紀當地的法律 做事情 我的朋友 人如果要走 經過 這個鐵盆 我打石 這是我們軍紀當地的法律 他說 他說你這個有罪 他是怎麼樣 如果軍紀當地的法律 你是沒有罪 但是 紫連法 你是有罪 因為 你把一個 要經過 自由的人 打死去 這是違反 人權 所以這是有罪 當地的法官 有罪 人權 抬頭 他說我是軍紀法律 來深判 他說你這個法律 是違反人權 所以 你有罪 所以 有當地有三個 法官 都要 全部 抬頭 有罪 這就讓我們 我們說 轉型正義 什麼正義 就是合乎 人道 這樣 這才是 人道 才是正義 所以 你如果說 一個法律 你可以說 我就軍紀我的法律 來判 不是這樣 就沒罪 所以就是說 現在 我們台灣有很多 這個 檢察官 還是法官 他說我就軍紀這個法律 幫你抬頭 但是 在國際上不一定成立 有一次 他們的檢察官 他們的法官 會向先抬頭 我們要軍紀什麼 向先抬頭 就是指令法 所以他們的法官 想說我現在 幫你抬頭 如果20年後 這個實行就不危險 不然你就沒有辦法 沒有這個事情 這就是 族群屠殺罪 這個 沒有時間的寒分 因為 你是台灣人 他幫你抬頭 不是因為你犯罪 幫你抬頭 所以這是族群屠殺罪 這種的 大家 都沒有這個觀念 族群屠殺罪 沒有時效 所以他們現在 這裡的法官和 檢察官 都自己 想說我現在 幫你抬頭 你怎麼我的法律 對不對 你這還抬頭 時間沒有 這很難說 所以 他們做的人 是投法律的 他們自己去研究法律 我不是投法律的 但是 我對這個 牛倫寶大審判 哪好 對這個 當地 和社會下邊的時候 所發生的這個問題 我稍微有 基本的觀念 所以你們如果有興趣 你們可以 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 這個族群屠殺罪 是沒有時間的 OK 所以 以色列人 到現在 要有辦法 把納粹黨的人 抓去研究 90歲 一百歲就抓去研究 因為你這是族群屠殺罪 你現在 在 台灣所發生的事情 你如果是 可以根據族群屠殺罪 來到你身份 你將來是 永遠就是老公的身份 所以 他們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 個性的族群屠殺罪 這是 他法律上的認定 不是我在認定的 我不是投法律的 我是投法律的 我去美國 是 做那個 航空太空的 所以 如果說 戰爭修台 我是把 做過 星際戰爭的負責人 所以 如果說 要怎樣 飛艦修台 我 應該是 修法觀念 只要比 這些 台灣這些 貨罪 軍事 官交 沒說很多 沒有說很多 但是 我有經過 這個 飛彈修台 的訓練過 這些事情 你們不需要說出去 因為 我是讓你們知道 因為 你們有時候想說 你是什麼人 你在說什麼 我是讓你們知道 這個 星際戰爭的時候 那是 雷根來 為了要應付索連 開始 這個星際戰爭 這個戰爭完全是 都是飛彈的修台 現在的修台 人都沒看到人 所以 中國 他一個戰爭 為什麼 有幾千兩飛彈 要把我們侵犯 他就是想要體財 對不對 天是 他根據 古今山合佑 他是無事 他怕爛 但是 他 如果他 這個 莫敵黨 跟他 起信教說 他說 美國一個戰爭 也是說要消滅 這個共產主義 對不對 我們也 就要把我的老伯 說要消滅 美國 帝國主義 對不對 這 你有 需要把你的老伯 交代 我有需要把我的老伯 交代 這都在公家 這個 我們兩個 來合作 應付 鎖聯 才是真的 因為鎖聯 在1925年的時候 珍寶島事件 跟中國發生 衝突 然後 到 1979年來的時候 現在 鎖聯 已經準備 把中國的核子武器 炸平 所以 現在開始 中國 跟美國 合作 應付 鎖聯 所以 看來兩個 是共產國家 甚至兩個 是元首 政黨 你要知道 莫敵黨 拿到政管 他 他就是 而且斯達林 說 我們這個 中蘇友好條 要定下 他說 我跟政府解釋 就定好了 要不要再改 他說 那就是 沒公平的條用 對不對 所以斯達林的時候 不要記 莫敵黨 人來到莫斯科 他也不要記 等於 你知道什麼人出面 美國人出面 他說 你看 兩個不是說 兄弟友好國家嗎 怎麼 人家到你家裡來 連見面都不見面 對不對 就是這樣 所以 中國共產黨 跟索蘭共產黨 世界最早就在完結 所以 莫敵黨 他也跟貴心 就親身說 他說 我們不在台灣 這是實際 但是外面 我們一定說 要拿 因為我們不說 我們這個政管 就不去 對不對 所以 你有時間 去看那些 貴心就下 兩千十一年下的車 在論中國 日本車 我相信 有台灣辦的 他就說 我們不在台灣 台灣這裡 都派人 讓你美國去管 100年以後再說 這是在車面 你如果有時間去看 中國人的目標 美國 他是不可能 放棄台灣 他要怎樣 你如果放棄台灣 韓國 他就要 想辦法 去跟中國 改正 原來 日本也是 這樣 外南 所以 所有這些國家 都要 去看中國人的目標 但是美國人的外交政策 就是 軍去英國的外交政策 美國人外交是軍英國人 英國人 英國人 是 歐洲旁邊的一個水國 所以這個歐洲 如果通過 他們日子就失去 所以他在歐洲這個 這個地方 他 所以 德國如果強 他就去幫助法國 法國如果強 他就去幫助德國 最明顯就是 拿破崙的時候 他就是跟德國合作 索連合作 去應付拿破崙 現在 德國如果強 第一世代 英國跟法國合作 去應付德國 所以 這是 valence power 就是說 我不會在歐洲這個地方 有一個很強的國家 美國來的 他也是這樣 他不但歐洲 就要有這個幾個國家來 給他最平衡 歐洲 他也是就要有這個平衡 所以 他如果不可以讓日本最大位 他如果不可以讓中國太歲月 也不可以讓蘇聯最大位 所以你如果有機會 所以 去研究 就是說 中國今天可以成功 這最少是靠美國 但是 中國一天 只能說要拿大 那是因為 他就是政管而已 他是不可能拿大 因為 美國 因為日本 現在跟日本走進 走進 蘇聯 本來是美國跟中國 之前在對付蘇聯 蘇聯 但是蘇聯現在崩了 你們如果有時間去 稍微研究蘇聯人的情形 他們現在會靠 按這個西伯利亞 開始 回去 他們 歐洲 因為他們以前 去有 史達林 他們把這個西伯利亞 現在他們沒有人要住 他們要回去歐洲 所以西伯利亞都要漸漸 會變成什麼樣 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說 他們所年已經放棄 在亞洲要爭霸 所以亞洲要爭霸 就是中國跟日本 所以中國 如果你說要拿大陸 對不對 美國不可能讓他拿 但是就是說 美國 不需要中國 很率力 因為他都要平衡日本 所以 表現上 他跟日本現在是很麻 但是日本的太大位 他就要幫助中國 中國也知道 美國人都是在 以這個 Balance Power的遊戲 就對了 但是你說 叫他放棄大陸 美國哪有可能 放棄大陸 因為放棄大陸 日本就不可能 還相信美國 韓國也不可能 相信美國 對不對 他這個黃線 這是第一島鏈的黃線 你這條黃線 如果回去 他就退去關島 對不對 退到馬里亞 退到印尼 他那個黃線 他那個黃線 還要更長 對不對 所以他沒什麼 還有 最後 我是要跟你們說 就是說 索連是怎麼崩掉 就是美國的唯獨政策 這個設計美國的唯獨政策 就是一個最出名的 叫Josie Cannon 這個人 在193幾年 就去索連 在那裡做 大賽館的一些 所以對索連研究很親 所以說 我們要跟索連接觸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們要把它圍起來之後 那索連人 生活如果高 一直高到某個程度 他的共產制度就崩了 我們 一般來說 就是說 你如果國民所得有三千美金的時候 這個共產制度就不可以生存了 他自然老爸的時候 就不要再聽你的話了 我沒有飯吃我聽你的話 沒有飯吃我又要聽你的話 所以 就是說 蘇聯真的到哪裡來 有產生Google Child 就是因為他的 國民所得感 現在大家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美國要跟中國做生意 給中國人賺錢 這時候也是走這個 唯獨政策 這個containment 走這個唯獨政策的目標 就是說 給中國人的生活 水準提高 如果中國的生活 水準差不多要兩千塊美金 兩千塊要三千塊 所以大家是在休 這不一定準 差不多還有10年 這個共產黨就再見了 因為這個 本來是習近平 本來是胡錦濤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發生 這個胡錦濤的事情 但是這個江澤民 不放棄軍 就是怕說他變成胡錦濤 但是他們現在在說 到習近平的結束差不多 他就 會發生像胡錦濤 因為那時候他的國民所得 就是差不多三千塊美金 所以 就是說 美國要讓中國人的生活改善 讓他改善 變成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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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讓你在那裡 老爸是生活比較好 當然中國共產黨也不是那麼傻 他也知道你在變這波對不對 所以他就把所有的好康 都去給他的太子 或者是太子黨 太子黨 太子黨好起來 他不會退後共產黨 老爸是好起來退後共產黨 但是太子黨 日子做得很好過 老爸也看到 不爽對不對 我一個月賺10塊美金 你一個月賺幾個萬塊美金 全世界 上街 整個那個 攝殖品 有一半是沒在中國 但是你的國民所得這兩千多塊 你就知道那裡有錢的高幹子 其實很有錢 但是美國就沒關係 讓你去有錢 讓你去憔白 到時候老爸就會幫你拚 所以 按這個觀點來看 他如果放棄台灣 他要怎麼實現 他的這個 唯獨政策 對不對 現在美國怕的就是唯獨政策 就是要把威勵 讓他 讓他的共產黨崩潰 因為共產黨只能夠三千多塊回來 那個樓變成就吃不掉了 所以這個雷 蘇聯已經成功了 美國人不可能把成功的雷彈掉 還要放棄台灣 沒有人去做這個事情 也不是 你如果放棄台灣的時候 你的軍費開銷還要多 因為你的黃線還要長 軍費還要多 所以現在美國軍費就已經 減全世界一半 再來如果黃線又增加 開銷又增加 開銷又增加 他哪有那麼傻 所以現在他絕對是 不可能放棄台灣 但是 有人會想說 剛才美國看的 怎麼想 很支持國民黨 對不對 可能是 這點 有幾個公返 我自己不意見 是讓大家做參考 他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我在圍獨 你現在 民進黨 起來 如果一陣子 法要獨立的時候 中共就可以 刻意說 你看 台灣要獨立 所以 你們在老闆時 可怕喝奶 我們剛才在打台灣 所以他就可以繼續獨摘 這樣 你如果 民進黨 如果 比較聰明 就點點 不要說什麼 讓美國繼續做 這個圍獨政策的時候 美國恐慧 就是 民進黨 有人這種公返 這個 到底什麼 我 不知道 你們 要有時間 去慢慢研究 今天 簡單 跟大家報告 沒有什麼 特別 報告就是 我們大家要了解 這個紫連法 這個紫連法 就是 日本的民治維新 我們都說 他是富國強兵 情勢 我們都不知道 有 民治維新 最初 了不起就是 他們把所有外國的法律 拿來研究之後 才知道 有國際法 有國內法 但是 國際法跟國內民政 還有一個紫連法 所以研究之後 他們 為了要研究這個法律 他們才 辦這個 東京大學 我們都知道 我們跟外國有 不平等條 的 日本也有不平等條 的 但是 他在外國就是有東京大學 這個法律 才來跟外國人 說 你這個 違反紫連法 你不可以這樣 外國人就說 這個法律 讓我們不會騙 所以才把不平等條 要廢除掉 所以日本才開始強化 我們一天 就只想說 要復古牆兵 要復古牆兵 你沒有法律 你沒有可能 復古牆兵 所以就像 今天 我要把這個 這個觀念 給大家介紹 就像 你們要知道 紫連法是 比國內法 跟國際法 更加觀念 這個觀念 這樣 你們去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知道說 這個 這個 武金山合佑 日本 把這個 主管放棄後 那個 教主連法 就是變成我們台灣人 所以我們台灣 他們在說 這個 台灣第二位定論 那是因為 不需要讓 共產黨拍看 不需要讓國民黨拍看 實際上 你如果真的 把他研究都搞定 國際上 實際上生的 這個台灣就是 我們台灣人 你如果有什麼意見 大家可以拿出來討論 我和我所謂的 提供給大家 做參考 回來了 我們要不要 有什麼意見 可行 馬英雄 搞定 請 下次再一次 可能 我們要不要 練習 我將你 有什麼意見 他們的關聯 我們大家都知道 金虎聰 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跟馬英雄中間的距離最低的不是 所以如果要 美國要把事情交代給馬英雄 我相信金虎聰是最快捷徑 所以 美國人也是很常在作主 你知道嗎 朱立倫的館長 大家就要報告美國的領事館 王金平也就要經常去 所以他們這些國民黨大家都要去報告 所以他要交代的事情 可能經過袁建生 袁建生可能傳達這個問題 傳達到不好 因為他跟馬英雄的關係 沒有太多金虎聰關係才好的 所以叫他做這個大事 可能問題是在這裡 或是主人還是美國 因為國民黨是一個美國的代理館而已 所以我在想可能就是說 既然要找馬英雄交代的事情 找我們健身 不如找金虎聰 比較快 這樣而已 當然有其他的原因我就不知道了 大家不用客氣啦 這是不正常的 因為我認識來 你們有什麼 生的問題 我們可以交換意見 我也不一定對 讓你們做參考 他剛才有說他是飛彈專家 你可以問這方面的問題嗎 有什麼問題嗎 還是不好意思問 後面有人要問問題來 請問韓公 聽說他的飛團只能做300公里的設成 如果要做500公里的設成都要向美國報備 這是美國在怕怎樣 他會不會讓他做更長的飛團的設成 這個可能是整理問題 不是技術問題 所以 我沒有了解 但是 你如果知道韓國歷史上跟日本 是完修嘛 你現在南韓的敵人真的是北韓而已 所以 你如果有在英國北韓就好了 你如果做太長到時 日本怕 中國共產黨又怕對不對 這就打草精神 因為主要他希望南韓可以把北韓治掉就好了 對不對 這樣 至於說他就要報備 不要報備 這個 他可以實驗性 把他的技術發展 不然整個好 好像說以色列 他把所有人做完修早段的東西都準備好了 到時候要整的時候 到時候就應力了 但是他可以跟外國說 我沒有完修早段 所以這個技術的問題 他可能已經 可以做五百幾百 我相信是有 但是 他 說要報備 或是要美國報備 這個可能就是 要跟日本交代一個 那樣 我不一定知道清楚 我要向你請教 教理所在 你覺得說美國現在飛團的靈靈 跟中國飛團的靈靈 相互的差異 在什麼地方 你感覺就好 你如果說中國 現在他的飛團 要來打台灣 看打在哪裡 差不多都有救援了 所以 你說 中國他的那個 那個飛團 要去打美國 他沒有那麼多 他現在沒有那麼多錢 那麼多粒 所以第一點 他的量很少 還有 他這個飛團 你就要有這個盒子彈頭 才有他的威力 你如果說一個 彈頭沒有盒子彈頭 那就是像一個大袍而已 那就是 說得難聽 台北市都在一千顆 也沒關係 你看 尼巴蘭 那個 以色列的龍 對不對 也是沒關係 現在就是說 他有那個盒子彈頭 我 我在想中國 他是 武漢人公公 會做盒子彈頭 要去打 打美工 對不對 很簡單 現在 中國差不多 一半 由是按這個 馬六甲海峽過 對不對 他會使用儲存量 他會使用儲存量 可能才差不多兩三個禮拜而已 對不對 你要收台 一開始要收台 對不對 油就沒辦法過了 你經濟就崩潰了 對不對 所以你說 他的那個能量 我相信 他的彈頭很少 可能美國的十分之就沒有 這樣 要準確度 也沒有那麼好 所以 這個 這個 他是有時間 要喊一喊一喊 他是要喊 他是要喊而已 但是 他的 長程飛彈的效果 應該是 沒有什麼可怕 他主要是短程 要來 喊我們大安安 而已 我相信 中國 他是不敢說 要花那麼多錢 去到美國做一個 金八政政 因為 以前鎖聯 就已經崩潰了 對不對 你 你如果說真的要花那麼多錢 要準備的競賽 美國的油就給他回去 對不對 日本是怎麼去打珍珠港事變 因為美國把他的油都縮四年 他只給他兩年的油而已 他1941年的八月 美國的油就把它縮起來了 所以12月就去打這個珍珠港 對不對 他萬一天 他就是 他就是 14一天而已 所以 他為什麼四個月去打珍珠港 因為他只要兩年而已 對不對 所以 建政 飛團看得很嚴重 但是你經濟也很嚴重 酒油也很嚴重 你現在 你看他 公路開這麼多條 大家在買車 沒有油 有什麼路由 所以 他是短程飛彈做得不錯 這樣 因為 他只要把我們打完而已 真的長程飛彈 他都沒有什麼路由 尤其是 美國那個 核子潛艇 有水下飛彈 他都在這個 中國的沿海在走 所以 你如果有看這個 美國這個航空太空雜誌的時候 你就知道 他這台潛水艇 所擁有這個摧毀力 就能把中國帶便去 所以 以前 他有扣三台 中國說不夠 不夠 我說沒有 我扣十台有夠 這個高高不少 扣十遍 扣一遍就夠 所以 這個 這個 中國 這個 真的 那時候 在那製外交用而已 是這個軍事用事 沒有那麼嚴重 你剛才的問題 好像是都說中國 我比較知道 你覺得美國飛彈的能力 你照你所知道就好 不要說軍事機器 你所知道美國飛彈的能力 到什麼程度 我是說 就這台核子潛艇 我就把中國帶便去 那就是他們的能力 不然要問 現在撈到多長時間 開錢就是要收臘 我跟你的不了 你跟我的不會 Chin 就好 戰爭的那個目的是 我如果一支步行打一千公尺 你打九八九十九公尺 也是同樣恢復一下也不是 這樣而已 所以我最討厭說 四天前在管道美國國防部開會 我有得到消息 美國說 如果中國真的開前跟日本開前 美國有辦法在三少時裡面 建徵就停滯了 就是剛才師生所說的 她的前水艦一隻就好了 一隻發一個飛彈不用三點前後 也不是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師生說這玩意實在為了 各位還有什麼問題嗎 機會爛頂 還有五文請給你 這位電視有在做說 我們在台外都看了 新年就來看了 台外都走走走走走走 你問到的是什麼 我愛的電視是三六旅遊 那不是問題 台灣就不可能 沒有啦 想說你現在我載自己去做這幾個 沒有啦 這比較巧了 台灣都不是主權的國家 是要怎麼一輪 看 有 騙你關機 我們再問其他的問題 這很簡單 這才是簡單的 還有問題嗎 各位 都沒有問題 教師姐你的看法 你覺得現在全世界美國的武林 他是第一章 第一名 第二名 你覺得他們兩個 第一名跟第二名相差差不多多久 你覺得就好 這 你如果讀歷史 我們都說銀頭桿上 礦海都差三年 一百年來 兩百年來都應該差三年 所以你這個問題 你自己就知道答案 就是這樣 人也在進步 人也在進步 你說 你幾年就要銀頭桿上 五年就要銀頭桿上 那些人就說一說 坐在那裡在等他 所以 一百年前就說我們要銀頭桿上 我們銀頭桿上也說了很久 一百年了也還這樣 等等 等一下 那銀中桿不是我們的 中國人的 對 中國人 就要說銀頭桿上 對不對 我們就聽一聽就好 你今天可以 要帶我們 聽到以前 沒有聽過嗎 你覺得 什麼事情 讓我們可以知道 以前都沒有聽過的事情 你覺得 經一項就好 你覺得 沒有啦 我是覺得 紫連法的觀念 可能大部分的人 沒有這個觀念 不會啦 我們法例 主題 就是說紫連法 我是說 我們沒有聽過 你要說一項 我們都沒有聽過 你說這樣好不好 好 好的拍手 看你 說一項就好 說一項就好 你說 我們不要聽過 你覺得 以前不能說 但你現在 破例說 一項就好 說一項就好 這樣好不好 拜託 來 說一下 讓我們知道一下 你全家我知道 一項就好 我都不知道 好消失 這樣好不好 破我聲太小 謝謝 這是很困難的問題 因為 我不知道你以前 聽過什麼 對不對 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以前 聽過什麼 我怎麼知道 你有沒有聽過 你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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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美國 學會 這些事情 一項 台灣人 不知道 阿公 大家知道 你都聲音收音 他拿來 你們 大家都知道 現在 外國跟台灣實際 都是 沒有什麼差別 如果公開 不是秘密的主要 大家都可以在 網絡網絡看到 對不對 所以 你跟我中間 應該的地址差不多 如果有差別 就像說 那是秘密 不可以說 我知道你不知道 既然那是秘密 我就不可以說 對不對 如果不是秘密 你都知道 我也都知道 對不對 謝謝 我又請教 美國有 聽說有一個 太空作戰司令部 那是都在做什麼工作 它有什麼武器 有什麼 新戰機 作戰計畫 有沒有 請你 解釋一下 這就是 國防部長來講 因為 這個 你說 美國有很多秘密的組織 尤其是 他這個美國人 他這個 你如果知道秘密 他也有分類 像說 你可以知道 是這部門 那個人可以知道這部門 所以 你說 如果說 路管上的人才有知道所有的事情 如果說 額外的人才知道一部門一部門 那 以我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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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問題 那個是 等級很高 可能 三代 美國出事 才有辦法知道 因為美國 政府 联益、安全等級 就是安全等級 都有看你的 第幾代、第幾代 還有你的青春五十 你青春有在中國代表沒什麼 有中國騙子 所以每個人有他的等級 我的等級很少 我沒辦法回答你的問題